攀点中原野战军十大名将 记得点赞收藏关注三连 第一位陈庚 陈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将 中原野战军第一智将 能为成为智将自然有其独到之说 陈庚文武双全 是除刘伯成元帅外最有智慧之人 大概拥有出色的指挥才能和军事理论才能 陈庚业于黄埔军校 是黄埔三杰之一 亦是老将一生之同 1924年 陈庚两三三家东征 同军阀陈九明作战 让他十分反对军阀 后于1926年声明脱离国民党 参加北伐逝师 开始其革命生涯 1937年 陈庚辉煌在抗日战场的疆场上 他所率领的386旅 成了日军最恐惧的噩梦 1950年 陈庚协助彭德怀屡拜联合国军 为抗美援朝做出了杰出贡献 是中原野战军里名副其实的第一支奖 第二位 科科有名的王疯子 在战场上作战十分勇敢 邓小平曾经说过 中原野战军几乎所有的合战 硬仗 这些不好完成的作战任务 都是交由王进山同志完成的 因为战场上难啃的硬骨头 到了他那里 就不是事了 足以可见 王进山有多有毛 从黄军长征 到著名的神头领 响唐铺等战斗 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龙海铁路 淮海等著名战役 都要他的不小贡献 甚至于抗美援朝战场上 联合国军见到王进山就害怕 因为他太猛了 把命不当命 把自己不当人 被战士们誉为二爷诸可夫 第三位 周锡翰 周锡翰被称为奥古铁翰 是中原野战军第一护家 1955年 被授予中将军衔 周锡翰在他六十余年的革命上涯中 神经百战 历经艰辛 为党 为人民鞠躬尽 贡献了自己的毕生敬意 不仅参加过红军长征 百团大战 更是在解放战争中 取得升勤国军将领 61人的战绩 是府邸数量最多的将领 是刘伯昌元帅 眼中的赵子龙 被誉为铁汉豪杰 周锡翰还是海军创建初期领导人之一 他为海军的创建与建设 倾注了全部心血 甚至于中国第一次导弹实验 都有他的参与 是人民眼中不可多得的战家 第四位 陈在道 陈在道被称为在道之勇 是中原野战军第一勇家 1955年 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在道 却有骁勇善战的指挥才能 是一位杰出的战家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岁月中 陈在道将军铁骨挣扎 奋不顾身 游走于各大战场 积累了卓主的战功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 陈在道 积累了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 支持他用兵灵活 能在瞬时之间改变战略 往往能出气直升 抗日人争时期 陈在道出生寿死 整整五年不知徒一睡觉是何滋味 为抗日战争胜利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陈在道是在战火中 用生命和鲜血 锤炼出来的优秀将领 是为毛主席 朱老总冠狱 再道之勇的勇家 第五位 王树生 王树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大将 被称为胡胆将军 王树生还有神射手之手 他说打哪里 那必定是打哪里 王树生开始红军时 指着一座雾顶术 摩打右下角 翘起了三片瓦 花音刚落 三片瓦被击得粉碎 周围的瓦片丝毫不动 这一档手法 让他在抗日战场上百发百中 打得日军防不胜防 解放战争时期 王树生歼灭大别山国军残匪 活着敌中将总司令 汪县以下1.5万余人 一战成名 第六位杨勇 杨勇是中共文明的三杨之一 被誉为中勇将军 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他是原猛将 也是一个虎将 抗日战争中 杨勇拔出日军据典200多个出 打得鬼子蚊羊而逃 解放战争期间 杨勇创造了全舰国军 一师二缕的监力 震惊中外 被无数将军视为榜样 杨勇一生曾多次复杀 头皮被穿破 牙齿被打掉 唇塞被击穿 几乎每一道上痕 都是一次鬼门关的经历 就连毛主席 都得他的胡进称赞不已 杨勇是一位名副骑士的 铁血将军 第七位陈希莲 陈希莲是共和国首批陆军上将 被誉为中原第一名将 1929年 14岁的陈希莲 加入了功能红军 八年后 年仅22岁的陈希莲 已经开始担任八路军团长 并在那一年里 率兵夜袭日军名阳堡机场 炸毁鬼子战机24架 成为1290抗战第一仗 当时日军正准备发动太原会战 因为名阳堡机场被炸 导致日军进攻被拖延 陈希莲又采用内外结合的战法 在百常大战时 揭灭一个县城的日军 这一战 被杜梁套用到亮剑中李云龙的身上 它就是著名的平安城之战 后来 陈希莲又跟随流荡大军 挺进大别山 解放了晚西九县 为淮海战役的胜利 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 陈希莲担任解放军炮兵总司令 为两弹一星的研发 做出重要贡献 第八位 秦机伟 秦机伟是我国的开国上将 被称为双枪将军 一营机枪一把手枪 机枪是为了打敌人 手枪是为了打逃兵 秦机伟从1929年参加红军以来 参加了五次反围角战斗 在长征时 就已经担任了师长 之后 陈机伟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立下无数军功 但说起秦机伟最出名的一场战役 非上甘岭莫属 1952年10月14日 秦机伟以四万人对抗六万美韩联军 在火力 军备 兵力 都不如对方的情况下 最终以1.15万的伤亡 干掉1.5万美韩联军 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最终胜利 周恩来评价这场战役 是军事史上的奇观 第九位张国华 张国华被称为喜马拉雅战神 这和1962年发生的 对印自卫反击战有关 那一年10月上旬 印度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 张国华奋勇当先 发誓这场战斗必须要打赢 而且要打得漂亮 我军与帝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一个月 最终以伤亡722人 伤697人的代价 击毙印军4885人 伏3968人 打出了国威 打响了中国之名 张国华也在这场战役里一战封神 被称为喜马拉雅战神 第十位李德生 李德生是我国的开国上将 其15岁加入共青团 16岁第一次入党 三年后因否定张国栋被开除当机 第二年被波乱反正重新入党 抗日战争爆发时 李德生仅是一名牌长 他参加了百团大战 列席名堡等战役 抗战胜利后 李德生已经成为中野的一名团长 解放战争的相反战役中 他巧用骑兵 刀劈三冠 夺取了琵琶山 真武山 铁夫寺三道关口 随后参加渡江战役 立下了显赫战功 在新中国成立后 李德生跟随彭德怀参加抗美援朝战者 和秦纪委一起打赢了伤甘领战役 在世界扬名 1973年 李德生还当选为共和国副主席 因其一生公正无私 被后人评价为 一身正气 连结奉公 中原野战军 又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 二爷已牺牲3.7万余人的代价 歼灭国军200余万人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做出了巨大贡献 值得所有人敬畏 看完这个视频 你有不同的见解吗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高见